今天我们一起考虑一下新冠肺炎护益症 或者其他肺炎资料的办法 到现在全世界多一人得了新冠肺炎 所以很多人都有新冠肺炎的护益症 那么有什么重装呢? 没什么理由疲倦的感觉 整天都疲倦 还有呼吸困难 咳嗽 全身的各种各样的地方的肌肉痛 胸痛 细嘴 味嘴 伤害 所以感觉不到 或者有点麻木的感觉 还有没什么理由 但常常不安 或者忧虑 那么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后遗症呢? 有几个理由 当然第一个是免疫力下降的意思 得了新冠肺炎以后 全身的免疫力都不那么好 不正常 所以发生这样的后遗症 还有新冠肺炎是在肺发生的问题吗? 所以肺炎的伤害比较大 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 还有我们经常说心肺功能 对吗? 意思是心脏和肺是密切相关的 肺不好的话 心脏也不好 所以 等了新冠肺炎以后 心脏的压力比较大 也可能受到伤害了 还有一个是肾脏 因为我们已经学过 呼吸就是两个动作 一个是吸气 还有一个是吐气 吸气的话 肾脏有关的 吐气的话 肺有关的 那么 等了新冠肺炎以后 肺受伤的话 肺连着的 一起喝着呼吸的 肾脏也发生问题 所以 肾脏 还有一个是肝脏 为什么呢? 等了新冠肺炎以后 各种各样的毒素 都在身体里面 那么这个毒素 解毒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没错 肝脏 特别是 它的皮肤变成黑黑的 那意思是 肝脏不好 那么 怎么预防 这种问题呢? 当然 平时 好坏管理 免疫力 强化免疫力 这是最好的 如果 你可以搬家的话 最好是 空气干净的地方 搬家一下吧 现在 大部分的大城市里 空气怎么样 都污染了 空气不干净 意思是 肥的压力比较大 免疫力也是下降 还有 充分的休息吧 不要太累 过度的累 所以 一个重要的方法是 早一点睡觉 最好是 最好是 晚上十点之前 睡觉一下吧 更好是 太阳强热 太阳弱以后 准备睡觉 开始睡觉 这是最好的 还有 还有 每天运动一下 我们是 动物 所以活动 运动的时候 更健康 而且 不要偏食 偏食是最不好 所有的东西 这不是垃圾食品的话 都可以吃的 都一起吃吧 五股 蔬菜 水果 肉 鱼 等等 都一起吃吧 这是对身体 最健康的方法 那么 已经得了 新冠肺炎的后遗症 怎么治疗呢 首先 指标的方法来治疗一下 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根本原因是 免疫力 那么 提高免疫力 治疗免疫力方面 最好的学位是什么呢 好的 好的 长线课堂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想继续观看 这篇真酒课程吗 还有 你想观看 大概200篇的真酒课程吗 请通过下面的微信 联系我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